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学任务或工作事项都是在日复一日进行着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月的语录写为 Being Creative in Life 建议提醒自己多安排一些喜欢的事情啊 或学习一些新技能等 为每一天都增添一些创新的点 然后是封面绘画 这个月我选择绘画的主题是简易风格的Origami 相信Origami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它就是我们从小就多多少少有接触过的折纸艺术 那其实你手上有笔和尺就可以轻松画出这个月的主题 但由于我9月份刚绘画了黑白风格 所以就把这个月的主题色调定为比较梦幻的紫色和蓝色 也就如大家所见的我把所有的蓝色和紫色的笔都搬了出来 让它有一些颜色上的搭配 如果屏幕前的你没有这么多的笔 其实也可以选用颜色笔去代替 或是像我刚刚所说的以黑白的方式去绘画 出来的效果也一样简易好看哦 那在众多的折纸图绘中 我还是选画了大家最为熟悉的纸贺 因为纸贺是希望和心愿的画身 有着起伏的寓意 因此就介意希望世界能早日战胜疫情 恢复它原有的生态 接下来是月计画 刚才封面上画的是稍微立体感的Origami 这里就画个平面版的 一如既往左边是个人的代办事项 而右边是频道经营的相关事项 个人的部分呢 可以安排像是总结开销啊 需采购的用品啊之类的 频道经营就会安排像是 剪辑字幕上传的任务 你也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 把它改成工作或课业方面的安排 然后是习惯追踪表 可以写下你想维持的一些习惯 我目前觉得自己比较适用 无日期式的记录 也就是只以次数为标准 这样的记录方式也可以省下不少的空间 之后是Growth 用来记录我的YouTube IG的关注者数量 以及我的po文数量 月初和月中时把数据写下 可以具体的对比变化 至于Notes的部分 就用来写下本月以及下个月份的节日 也可以记录像是定期存款的日期 需小付费用的相关期限等 接下来就是周计划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去书写当天的计划安排 也可以像日记一样去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 或所完成的事项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种自由式的排版 书写的空间不会拥挤 也不会太磁板 效果也蛮美观书式的 之前呢 我的周计划设计是每星期重样的 这个月就在每星期 个别画上不同的origami图像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绘画origami 可以到网络搜索origami手绘 或origami hand drawing等 就会发现有许多好看的图像 不管是动物植物建筑或其他物品 甚至字母也都是有的哦 尤其推荐平面版的都是由几何图形组成 没有绘画基础也能轻松上手 我在这里就只示范 画一些我本身比较喜欢的图案给大家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 10月份的使用效果 由于录影片时还没到31日 所以还没记录相关数据 上个月使用的5日期式的习惯追踪 和周计划的自由式排版 觉得还蛮适用的 所以就将其保留在11月设定里 最后就是今天设定的11月排版啦 呈现出清新简易的风格 我个人还蛮喜欢月计划的部分 希望自己能好好使用啦 周计划的部分也首次尝试 绘画了好几个origami图像 有兴趣的记得去尝试看看咯 那11月份的设定就这样完成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可以收藏或分享 也不妨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和Instagram 以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你喜欢这个月的哪个排版设计呢 同样欢迎各位提出你们的想法与建议 希望我的影片对你们有所启发 一起做更好的自己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